纯鸡蛋黄 对 那最好能够提前15分钟把它打出来 让它氧化一下 它颜色会更好一点 红左帮我一下好吗 把它敲一下 熟火 那个那个扳手 熟火 对对对 好 用的备料有这个叉烧 虾仁 菜心 等一下我想加一点这XO酱 来做一些创新的 好的 那个 来了 天鹤 你要不要帮我啊 您师傅干活你头得得上手 你来炒啊 我把它扳手 哇 我来炒 别喝炒啊 大家退场吧 节目到此结束了 首先呢把这个把它烧了 你看你这个手指就不对 手背 因为手背 收的时候是顺着关节的 迅速就可以弹回来 而手这个呢幅度就会很大 感知也好 对更嫩一些 鸡筋 直接放到这个里面调 炒饭的话呢建议先调味 然后再来炒 如果说起锅的时候 有时候再去调味 饭块炒好人会紧张嘛 然后再去调味呢 有时候就会没有炒化开 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炒饭呢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通常我们炒饭先下鸡蛋 再下米饭 对不对 我们今天把它改一下 先下米饭再下蛋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米饭里面跟鸡蛋会更加的交融 好的 这个鸡蛋就在米饭中 油先下去把它热锅一下 把它倒出来 米饭下锅 够够够够 你们太假了吧 刚刚入锅你们就好香了 再炒一下 翻锅下来 颠锅下来 打扇 可以啊 把虾弯夹下去炒烧 这下就香了 把鸡蛋放下去 下蛋了 哇 同桌下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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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里全下 小伙子留点啊 没关系 可以 如果我开饭馆就是亮足 这是什么 这是葱油 葱油 对 哇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黄金炒饭 黄金炒饭 那炒饭的话呢 尽量把这个米饭呢 跟锅去接触 少一点去翻炒它 这样子就更有锅气一些 有锅气 没气火的话 可能要好炒一点 对